阿光 阿光要解说港片了 你挑的吗偶像 港片我解说定了 耶稣也留不住他 我说的 这是十年来香港最好的警匪片 古天乐 张家辉 刘青云 三大影帝同台标戏 有枪战 有枯戏 有激情 有反转 当然也是少不了武装直升机 冒火加特林 热血紧张的画面 精湛绝伦的演技 每分明秒让你看到爆 天歌 阿秋和阿伟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毕业之后他们当上了嫉妒警察 不过三人的职位不同 天歌是扫毒组组长阿伟 是天歌的手下 而阿秋则是安插在毒贩黑柴身边的影线 作为一名卧底 阿秋时刻都在刀尖上行走 一旦暴露就会死无全尸 天歌允诺阿秋 只要将黑柴当场抓获 他就可以归队 所有准备就绪 警方开始动手 先是解决外围放风人员 接着全部武装整齐压尽 然而此时上级却下令 取消行动 无奈之下 天歌只能一边通知阿秋带黑柴逃走 一边指挥继续爆破突击 混战之中 阿秋和黑柴跳窗成功逃走 可是最后的时候 阿秋却犹豫了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与其往后提心吊胆 不如趁机结束卧底任务 可这一想法 却被追上来的天歌击碎了 他开枪是以阿秋赶紧离开 多年的付出不能就这样放弃了 己不由心 身岂会有己 阿秋被逼只能离开 天歌为此去找上级讨说法 而上级解释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要放长线钓大鱼 根据得到的准确消息 亚洲最大的毒枭 八面佛正在和黑柴做生意 上级想通过黑柴这条线 一举端掉八面佛在金三角的毒窝 转过身 天歌把消息告诉了阿秋 但阿秋根本不买账 其实阿秋也有苦衷 老婆怀孕八个月 她却只见过三次面 每次离开家 都不知道自己回不回得来 虽然这老婆满事愧疚 但作为一名缉毒警察 阿秋没有选择退缩 在天歌和阿伟的劝说之下 他同意了配合扫毒计划 很快兄弟三人开始行动 这天天歌带着人先来到泰国 和泰国警方商讨抓捕对策 而另一边的阿秋黑柴 也见到了八面佛的人 负责街头的名叫丧彪 他把两人带到了一处烂尾楼 在这里商讨如何收钱收货 不过双方交谈的时候 天歌却发现 联合作战的泰国警方中 竟有一个丧彪的人 也就是说阿秋的身份随时暴露 生死危急时刻 天歌通过威胁内鬼 获得了阿秋的位置 接着夺过手机 将黑柴的照片发给了丧彪 原来这现在差一路 你怎么吃一个 放开啊 一声令下 两人被逼的无路可走 就在丧彪开枪干掉黑柴 想继续对阿秋动手时 天歌和阿伟赶来了 虽然阿秋获救了 但听到天歌还要继续任务时 他瞬间怒了 毕竟刚才躺在地上的 差一点就变成了他 面对阿秋的吼叫踢打 天歌没有还手松口 但仍然坚持着扫毒的决心 经过严刑拷打 丧彪被迫联系了八面佛 确定了最终的交易地方 而此时阿秋的老婆也生了 这边是温馨的家人 那边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阿秋一时不知该如何抉择 几口浓烟下肚 他望向了桌上丧彪的手机 交易被偷偷取消 天歌却根本不知 带上大批警力 便朝着目的地开去 阿秋本以为对方不会来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八面佛并没有这么做 他派出了儿子沙莉 和女儿Mina前来交易 两面钢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天歌就看准机会 一把将沙莉绑在身边 随即警方也包了上来 剑拔弩张的持枪对质 然而正准备下一步动作时 天空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 是警方派来的 不 是八面佛的人 加特林空中疯狂扫射 前线警员后勤通讯 刹那之间无路可逃 血流成河 尸横便宜 命悬一线之际 天歌挟持着Mina 带上兄弟火速逃兵 虽然路上干爆了一辆追车 但根本抵抗不住直升机的火力堵截 断了去路的他们 最终被逼停 这时Mina险些丧命 还在阿伟出手 把她拉了上来 前有断崖 后有追兵 兄弟仨 穷途末路 阿秋 阿伟很快被抓 而八面佛此时也陷了身 被逼绝境的天歌 想用Mina 换取三人一条生路 但八面佛岂会答应 他给出的条件就是 要么一命换一命 待其中一人离开 要么都给Mina陪葬 天歌知道 怎么选都会后悔 但不选 兄弟皆会明明 经过生不如死的思想挣扎之后 他做出了选择 一声枪响 阿伟掉下了鳄鱼池 从泰国返回香港后 天歌整日活在内疚中 心如刀割痛不欲生 连参加阿伟的葬礼 也心甘情愿地承受耳光 并且由于这次作战的失败 他被上级降低了职位 此时的天歌 成了处理杂事的文员 而阿秋则接替了天歌的位置 当上了新一任的基督组组长 曾经的卧底 平步青云 坐在上级身旁 谈笑风生 时间一晃 五年过去 这天八面佛的儿子沙利 来到了香港码头 这在他进行交易时 另一伙人杀了出来 一番枪战过后 毒品被黑吃黑 而领头的人正是 毒贩火拼 引起了天歌的注意 他知道八面佛肯定会来报仇 于是赶忙找到阿秋 打算趁此机会 共同合作 将八面佛一举抓获 不过阿秋并没有理他 冷言拒绝后转身离开 可天歌又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即便孤军作战 他也依然找上了段坤 然而一个不小心 却反遭对方的围殴 好在阿秋带队赶来 这才化解了危机 但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 谁 正是五年前死去的阿伟 阿伟在警方输退时 故意开车 从前方经过 看着车上熟悉的面孔 天歌和阿秋有些失神 原地愣了一会儿之后 紧接着便追了上去 三人来到一处集装箱码头 现身的阿伟 道出了当年任务失败的真相 而且还说了自己已经结婚 妻子正是八面佛的女儿米娜 曾经的背叛 如今的决绝 让天歌不知怎么面对阿伟 虽然很想留下他 但五年再次相见 兄弟形同没路 来到香港的布置阿伟 还有金三角毒枭八面佛 因为杀死儿子的凶手段昆 被警察抓了 所以他派人将阿秋的妻女绑了回来 以此来要挟交换 对此阿伟主动请因 以报五年前的仇为由 把这项任务揽了下来 随后他将视频发给了阿秋 看着手机里的画面 阿秋心急如焚 直接从狱中截走了段昆 两人约定在天台见面 不过在这里 阿伟却重演了五年前的戏码 他告诉阿秋 一命换一命 老婆女儿只能选一个 此时天歌赶来了 他向阿伟深深忏悔 说当年的选择被逼无奈 其实那把枪是没有子弹的 而阿伟却质问 为什么要救的不能是他 直到此时 阿秋才哭着承认了当年的真相 跪着请求兄弟的原谅 看到这一幕 阿伟真正的释怀了 做兄弟在心中 哪怕五年吃了再多的苦 他也只是想听到一句 对不起 离开之前 阿伟塞给天歌和阿秋两把枪 而两人也不负众望 这边阿伟将断坤 带到提前安排好的房间 直接出门启动了炸弹开关 果然阿伟说的没错 耶稣也没有留住断坤 处理完事情之后 兄弟仨再次碰了头 阿伟告诉两人 当年那枪并未击中要害 只是打穿了胸骨 而掉进鳄鱼池的时候 恰好水中一辆坠车 于是他赶忙躲了进去 这才逃过了一劫 因为曾经救过米娜 所以米娜便把他带了回去 养伤治疗期间 为了不让八面佛生疑 他娶了米娜的一妻 成为了一名毒贩杀人做事 不过他一直没有忘记 自己缉毒警察的身份 这次段坤被地理抢货 正是他一手安排 只是为引复仇的八面佛 离开金三角来到香港 这是最后的机会 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阿伟在明 天歌阿秋在暗 兄弟三人开始了行动 可殊不知 此时的八面佛 已经怀疑阿伟 他下令阿伟自断一手 以此证明清白 阿伟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 咬着手帕蹲下身子 挥刀砍了下去 成功进入房间之后 阿伟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开枪杀掉了八面佛 而天歌和阿秋也冲了进来 迅速解决了圣女的手下 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的八面佛竟然是个替身 而另一个房间里 真的八面佛一声令下 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出动 全方位包围了过来 兄弟三人此时坐在沙发点燃香烟 笑吹口哨 输人不输阵 即使兄弟三人英勇无比 但抵抗不住对方的人数众多 随着手榴弹重武器的疯狂扫射 他们逐渐落入下风 身中竖枪的阿伟终于撑不住 他真的走了 不过这一次是阿伟自己选择的路 和五年前一样 天歌的手枪又没子弹 但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他能够为兄弟重新选择 快按赞 快按赞 不要 有了此生兄弟情 何须来世再相见